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传道书八章九至十五节 我深思太阳底下发生的一切 在这女人们凭殖势力比此伤害 我看见恶人得到口状 他们正是那些经常出入圣殿的人 现在他们又在自己作恶的成终受赞扬 这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罪行未及时受到懲罰 人作恶就会有恥无恐 准管犯罪百次的人仍能长寿 但我知道 敬畏上帝的人会活得比他们更好 恶人不会亨通 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 他们的年日就像傍晚的影子 不会长久 我们的世界里没有意义的事 不止这些 世上的好人尝受恶人当受的遭遇 恶人却尝受好人当受的礼遇 这真是毫无意义 因此 我建议人享受快乐 因为人生在世 没有什么比吃喝和享受生活更好的了 这样 人在太阳底下 在上帝所赐的一切努力中 就可尝到当中的一点快乐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超越视野看世情 人都期望天理自有公道 恶人必遭报应 义人必得报上 这种信念成为人行善的动机 但是传道者指出 人生的常态却是 恶人得到好报 义人反而得到恶报 如何面对这种人生的遗憾 而仍然能够保持喜乐呢 传道者提出他的第四个喜乐人生秘诀 首先 要有超越物质的报上观 人如果期待行善的报酬 是物质方面的 只会失望 但是如果认识人生的福乐 不限于物质的报上 就会发现恶人是不会得到好报的 无论他有多少财富 也不能享受二人所得着的心灵平安 人的爱大 以及上帝的喜悦 其次 要有超越现世的时间观 恶人得到好报 不过是一时的 短暂的 就算到离世的时候 恶人都幸运地未遭报 但在永恒当中 他的年日就好像傍晚的影一样 不会长久 二人的名 却要留在生命策上 传道者提醒我们 切勿以短视的报应观 解释人生的顺境和逆境 也不好 因为看不到公平的报应 而忧屈一生 上帝应许 以喜乐报偿二人 使他能够在 辛劳平凡的人生中 享受喜乐 上帝的儿女 应该拥有超越平凡视野的信心 相信上帝掌权 基督要再来 人生不过是客女 人中要向上帝交仗 这种通透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 使人能够忍耐不公的祭遇 能够在不圆满的人生中 喜乐地享受上帝每日的慈爱恩典 我们有这么通透的视野吗?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